不过来关心天气楼 又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 目前关岛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酝酿 现象局说暂时是不会影响台湾 不过现在因为今年又出现盛音现象了 所以11月或者是12月 可能还是会有东台 方向以前多公里海面上 又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 正在关岛一带蠢蠢欲动 要一段时间的酝酿 将来有机会是会发展的 不过时间不会那么快 可能还要再花个几天 现在全台几乎文台色变 自从莫拉克中台重创南台湾 灾后重建还得留意后续的天气变化 目前世界各大气象组织陆续发现 东太平洋海温从5月开始 一连三个月海温高过气候平均值 摄氏0.5度 西太平洋海温也降到低于平均值 今年气候反常出现盛音现象 恐怕延后台风季节 担心台湾11月12月会吹东台风 有一些盛音年的时候 青台的台风是比较多 但是也有一些盛音年的时候 青台的台风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些个数呢 其实是跟当时的大气环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过去一百年来 盛音现象一共发生24次 规模有强有弱 其中1982年到83年 1997年到98年海温变化最大 号称是本世纪超级盛音 四日气候变迁 包括台湾上半年也不断飙高温 打破52年来记录 未来入冬之后 盛音现象是否为台湾带来台风 还要观察 中天新闻杨静明 任一方台北报道